大家週末愉快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呀 老船長你怎麼這麼開心啊 那當然啊 因為5月26號 就是這個星期天 我要幫助 很有誠意 來到我們下午茶會場的投資朋友們 讓他們真的有賺一倍的機會 我不會亂講話 大家都知道 這些朋友來到現場以後 他們自己都會告訴谷懷老船長說 老船長 我們絕對相信 這個是真的有機會 而不是你來忽悠我們的 老船長你真的這麼有把握的話 我們就走一趟 因為現在是什麼狀況 還有機會賺一倍啊 那什麼仇都爆了 廢話 看這邊 東山再起 我敢用東山再起 我敢用標馬股告訴你有機會 長一倍 你覺得來會場的都是三歲小孩子嗎 你覺得 你覺得大家都吃飽了撐著 沒有地方去 要來給老船長怎麼樣 當豬腦袋糟蹋嗎 控制嗎 我相信我不是這樣的分析師 你看臺北股市 這一波這樣子跌下來 大家看清楚 台北股市 這一波這樣子跌下來 在第一天 各位你注意 第一天 我在節目上說 這一天你們就應該要空手 你們去查這一天 我節目上沒有這樣子講的話 每一個觀眾來領 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當時後面還沒有發生這一段 全都沒有發生 我在這一天的節目就說 這一天你就應該空手 但因為你不是我的會員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到神的境界 而我不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會跟你說 這一天空手 賣在最高點 這一天去賣的是豬頭 為了誰的謎 因為他有可能再往上走 對不對 照技術分析 各種理論的話 你不應該在這邊賣 那為什麼這邊要賣 因為這邊就破線了 看到沒有 而且中美貿易戰開打 我不是看圖說故事的分析師 這裡要賣 對不對 你看有多少分析師 每天的節目都這樣子在鬼扯 我現在就叫各位觀眾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好不好 請問一下你參加哪一家投股 哪一位分析師的會員 哪一位 你心裡很明白 這一段輸死了沒有 你可不可以回答古海老船長 輸死了沒有 那老船長如果是參加你的 參加我的很簡單 注意聽啊 我說謊 每一個會員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國內只有我敢這樣子解盤 以及做節目 因為我不騙人的 看清楚 這一天我們空手 對不對 我說過這邊開始可以買股票 那老船長這邊買股票的話 到今天 很多股票都跌了二三十% 不是輸死嗎 不好意思啊 我們的股票沒有跌 還小漲 我們沒有放空喔 我們也不做空 雖然大盤是空頭沒有錯 是空頭沒有錯 但是絕對不是因為空頭老蘇 講的那樣子 他們是瞎貓碰到死耗子 聽得懂嗎 為什麼我敢這樣子講 這世界上有神明的 好 導播不要急嘛 對不對 我比的時候你再來 還來得及好不好 他們是在這個地方 說要崩盤的 你們去看YouTube 對不對 我相信 舉頭三尺有神明 對不對 他們這邊說要空 結果怎麼樣 被嘎了三個禮拜之後 這個盤線下來了 一堆人跑去怎麼樣 朝聖 我跟大家說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聽得懂嗎 剛剛好遇到 川普的這個孝 我講過 對不對 所以台北股市這樣子疊下來了 不是他們看得準 要搞清楚 這些人過去的紀錄 你們去查 可以說 騙人的把戲 足繁不及備載 太多了 我都考慮我退休的時候 我來寫一本書 哪些老師在幹什麼事情 我把它寫一寫 你看怎麼樣 先送你一本 好不好 大家應該去思考的是 陳如古海老船長講的 這一段 可以在第一天就跟大家說 應該空手 而且這邊還沒發生的時候 在節目上就講了 而且說謊 每一個觀眾賠五億八千萬新台幣 可以做到這個境界 已經沒有人了 做多的 然後我說在這邊買 而且怎麼樣 股票不但沒有跌 還漲到今天收盤 是小漲的 這樣子做多的功力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 我只說如果 如果下個禮拜 它跌到這邊了 注意看 有沒有 如果下個禮拜開始大漲的話 那做多你要跟誰 我在這邊預告 萬一 下個禮拜開始 一路大漲上去的時候 空頭老叔會說 他翻多了 我們不是說他們不能翻多 而是怎麼樣 各位觀眾你們的腦洞要開 他跟你說 他跟你說這個會崩盤跌死 那他為什麼可以在這邊 如果漲上去要翻多呢 你跟人家講的崩盤跌死算不算 這個就是誠信 各種妖魔鬼怪的言論通通跑出來 每天在節目上分析 川普怎麼樣 習大大怎麼樣 中美貿易戰會怎麼樣 好像是由他來控制全球的中美貿易戰 在我看是金光黨 分析什麼東西啊 你是川普還是習近平啊 你知道接下來他們兩個要怎麼做嗎 哎呀那個中國一定會怎樣怎樣啊 然後跟美國對抗到底啊 各位觀眾 空頭老叔的言論一定是這樣子分析給你聽 我連他們的節目都不用看 他一定說啊 中國不失落幹到底 然後美國這邊強硬到底 最後兩個火車相撞一定爆炸 所以呢會崩盤 要不要掌聲鼓勵一下 講的真的是好像很有邏輯很有道理啊 那萬一何談呢 何談的話那當然是 裝死啊都沒有講過啊 然後就說他是做多啦 過去他們有沒有這樣的紀錄 當然有嘛各位去查 多的是啊 我就講竹帆不及貝宅 那這一段請問一下啦 大跌這一段放空 你們到底交了會費 有沒有帶你賺的飽飽的啊 這一段很多股票都跌二三十趴 請問你你交了會費 他每天在節目上講的跟真的一樣 到底是空哪一支啊 敢不敢拿出來講 只講兩個字大賺 什麼都沒講 要做空的啊 你們不用看我的節目 因為我個人就是 心裡面我就認為 這個盤喔 做多賺的機會喔 不是沒有 而且就像我測標寫的一樣 但是呢 我不要 在我的節目上公開的講 如果你用紅船長 你可以避掉所有這一波大跌的風險 聽好喔 我只是不好意思說 我們的超盤系統 那些跌死的股票 我們早就雙率船長勢力範圍了 你去跟著空頭老鼠放空股票 賺個三毛五毛 他在節目上講大賺 那用我們的系統 不知道賺幾十趴了 一檔隨便一檔 各位你們有沒有看我在這邊這樣子講 我不要嘛 因為不要在投資人的傷口上去撒鹽巴 而且我認為這一次的跌下來 本來全球股市是大多頭 是川普那個校圍搞出來的 所以你們本來做多是對的 沒有錯 聽得懂嗎 是那些空頭老鼠在四個禮拜前就喊空 他們是錯到離譜的 聽得懂嗎 但是呢 因為非常僥倖 發生了中美貿易戰下來 變得他們耀武揚威啊 那我覺得也沒關係 人家就運氣好嘛 今天打麻將四個人 就上家運氣特別好 對不對 你咬他嗎 但問題是不能騙人嘛 你上家明明才贏了兩百塊 你在節目上吹贏了兩萬塊 各位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你們做多的朋友 現在的狀況 我今天測標 你看我就沒有寫 我如果今天台北股市 星期五沒有再大跌了 對不對 小漲 我測標如果再寫一些股票 那些股票 人家可能要接到追腳令了 週末假日我想算了 讓大家好過一點 我就不再做提醒的動作 好不好 免得很多觀眾看完 祝衰 老船長都是你 我們是好心 還有我最後提醒 進廣告之前 你那個星期五 很多股票是跌死的反彈一下 你不要真的認為它就要上去囉 你要真正去買回升的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下階段回來我講給大家聽 導播 古海福城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現代就讓紅船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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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船长在节目上 尽量不分析中美贸易战 不是代表我们不懂 我常开玩笑讲 我说你的老师 只有一张分析师证照 就是股票分析师 我有三张 证券期货还有对岸的 这么难考的分析师 简体制还分两阶段考 我早就考上 台面上只有我一个人考上 我会不懂中美贸易战吗 你们真的要听 这个周末假日 我就一小点时间跟你们讲 但是我不会告诉你 中美贸易战的结果会怎样 那样我就是诈骗集团 你听得懂吗 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我很诚实 我也很坦白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川普说华为有伤害到 美国的什么国家安全 各位观众 那是鬼扯 伊拉克当初不是说 人家有核武吗 把人家总统都宰了 对不对 结果有没有发现 什么东西 没有嘛 就是美国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各位听得懂吗 这一次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他们会说 你中国都是靠什么 票窃人家的智慧财产权 所以一路上这样壮大 我们美国不能够做事不管 对不对 这是不公平的贸易 各位观众 听完川普讲 大家是不是应该 我跟你讲 听他在放屁 什么叫做公平 各位观众 以前八国联军打清朝的时候 我请问一下那叫公平吗 现在你们肥了 当老大了 你就要求要公平了 所以各位观众 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不要被川普骗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那个结果 我不与置评 我再说一次 因为我一讲出来 我心里有答案 最后会不会和谈 我心里有答案 但是我不会去讲 我呢就用行动 各位听得懂吧 我用行动 你如果是在礼拜六 看到我的节目的朋友 那你快一点 这个是场地 下午茶示意图 我们准备好了 那你们来 对不对 注意听好 你们来 我如果提供的标马股 没有机会涨一倍的话 那你们来干什么 那这个东山再起 是写好看的是不是 老船长 以你在做节目 我们看了这么多 只有你敢说 本节目内容所言 说谎不识 我下十九成地狱 不得好使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内容造假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我跟你说有机会 就是有机会 你呢也不是 超级猪脑袋 你来到现场 我跟你讲完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是假的 你就 老船长 我听你在放风筝 对不对 但是我敢相信 人在做天在看 我把这么好的消息 这么好的机会 跟你们讲 那如果说你连驱车前来 短短的下午的时间 对不对 你都不愿意来改变你自己 未来在股票市场的命运 那你就不能够怪任何人 包括你现在跟的头顾老师 我说过他是大魔头 他控制着你 他的会费已经骗到口袋 就像空头老书也是一样 你听他在唱 我在这边预言 我再讲一次 如果说下个礼拜开始 这个盘如果反转 开始往上大涨的话 现在哪一些 在讲空的老书 你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 我预告他们一定会翻多 那老船长人家翻多不行吗 不行 因为他的说法是说 会大崩盘 会世界末日 会跌到怎么样 叫天天不应 节目不是 每天都这样恐吓的不是吗 对不对 上一次我提醒大家 我直接提醒大家 上一次在这边也是讲空 有没有 一路讲空一路嘎上去 然后最后说他翻多了 有没有记不记得 翻多没多久 又说他翻空 就是变来变去 那如果说你把 参加头顾跟老师是当赌博 你也不在乎这个老师 他的人品跟过去的诚信 那你随便参加我也无所谓 你记得不要挨 你就千千万万钱输光了 你不要抱怨说 为什么头顾老师 真的像谷海老船长讲的那样子 我们这样子真心换绝情 拿了钱交了会费又须约又升级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欺骗我们 我告诉你 他不骗你 他对不起自己 你这么好骗 对不对 站在他们的立场 他们的角度来看事情 就是如此 像我在看他们节目 我们根本是鬼扯嘛 从头到尾鬼扯 我们一看就知道 但是我不能够把姓名什么 哪些人讲出来 因为有挡人家财入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这个行业有规定 所以你们自己去观察 一个老师YouTube的节目 你看个几集你就知道了 鬼扯淡 我举个例子 先不要照导播 这次测验蛮成功的 你是不是常听人家说 创新高的这种操盘的方法 是很棒的 他独创 那我问大家 这样叠下来 对不对 按照那种逻辑里面 创新高的操盘法 不是输死了吗 但是你们去看这样 讲这种话的老师的节目 你看不出来他输死 他还在继续大赚 听得懂吗 还是大师解盘法 那种态度 这就是骗 或者是有人跟你说 股票就是要追啊 一只股票 假设这是一只 大盘是一只股票 这里买好不好 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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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要不要追 要啊 这种鬼话你们也听过 对不对 好啊 那现在还追不追 做股票 你们常常看投顾节目 听到一种 是是而非的言论 其实 那个是事后来讲的 我也会讲啊 拿个指挥棒 你看 这里买也对 这里都对啊 追都对啊 这里就不能追了 废话嘛 你看到图这样讲了 你知道这种 还很多人每天像猪脑袋一样 按时收看 这样的言论的分析师啊 很多啊 看图说故事的 敢不敢像我这样子写啊 老船长你会不会随便讲讲啊 我刚才已经都跟 神明手肘自己写了 你当我跟 某一些政客一样 连神明都敢骗啊 我在讲啊 你如果没有打电话来站到位置 我只能说很抱歉 这个中午假日过了以后 你就不要挨 你以为机会天天有 我在节目上 我也不会怎么样 告诉你说 这个标马股是什么 你放心好了 没有那么快 等它标翻了 我再告诉你啊 而且我会说啊 就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那是绝对是真的 对不对 你就昏倒 像这样 因为你自己给自己 两个小时的时间 你都不愿意 而你甘愿就像他一样 一直被人家糟蹋污辱 我觉得人啊 你不要去怪任何人 任何事情 今天你参加投顾 跟这个老师输死了 对不对 这一波股票摘死了 他也不带你停损 那你也要认 因为这个老师是你选的 你当初怎么样选的 你回想起来 好像他们解盘的方式 各种手法 都是像谷海老船长破解的一样 我们自己啊怎么样 没有看清楚 那你还有救哦 你还有希望 因为你知道 在人生的道路哪里跌倒 你要从哪边爬起来 但是你要下次要避开那个地方 你不要同样的地方跌倒 有的人山巴 这边参加苏使 再参加这一家 参加参加 每一个都参加完了 讲难听一点 我的他不参加 为什么 老船长你讲的是真的 真的就不动听啊 对不对 我们喜欢听 天天都有掌停板的 天天都大转了 明明知道那是鬼话 还是参加 然后一个字 就像我讲的 挂 各位观众 这个周末假日 我讲到这边 你们认为这一些 受骗上当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要好好地检讨 而不要老是去怪 头顾老师骗人 头顾老师骗人 不是新闻 好不好 不是第一天啊 明白了吗 你自己要懂得明哲保身 那你这一次 你一大桶金 剩下最后一小桶金 没有金的不要来 你剩下最后一小桶金 看测标 相信的人你来 你不相信 你打从心里就觉得 老船长都是骗 那拜托你不要来 你不要来占位子 真的 我这一次真的是要把 这个消息帮助 最需要帮助的朋友 因为我常讲一句话 在股票市场 准的话一支就够了 我的会员你看 一次都是一档股票 几乎都 你自我的会员 你都知道几乎都是一档 所以你一定要来到现场 我讲一句开玩笑的话 你不要介意 你爬也要爬到我的会场来啊 我这下来 因为我一定要让你东三再起 我节目敢讲成这样子 你知道我现在 其实心情是非常的high的 因为我一想到 我可以帮助这些投资朋友 我就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们不要再被人家 当作猪脑袋糟蹋了 你知道吗 人在做天在看 我相信有神明 我就对着神明说 你来不来 就看你自己 过了这个礼拜天下午 我告诉你 机会不是天天有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看电视节目的朋友 请你拨打电话进来登记 好如果来得及的话 看网路的朋友 赶快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你也赶快填表单 准备好了吗 人生这一次的机会 你不能错过 看测标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5 开始 拨打以及登记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